歡迎收看仙貨爆爆 我是喬編 今天呢 手殘的喬編要來挑戰一個 2024年台灣燈會的 小籠包紙雕小提燈 這小提燈看起來很厲害耶 就是它整個是超級精緻的感覺 那這邊有組裝好的成品 那究竟手殘小編 今天呢能不能完成這個小籠包 我們一起來挑戰看看吧 這顆應該是燈 看起來是水晶 水晶燈 不是 魔 魔法燈 它上面好像都有數字 直覺一點 應該就是按照數字的順序來吧 實線是凸折 虛線是凹折 一條線的就是凸折 然後它有個虛線的 就是凹折 看起來都凹好了 應該就是 有兩個衣 那應該就是 把它抖進去 它已經有個雛形出來了 看起來我有在成功的路上了 頭應該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 處理它的下顎 然後下顎的話 它兩面長很像 有logo的部分朝外 對 對 就這樣子是草擺 現在它下顎的雛形 應該有點樣子了吧 喔 現在要合體了 很快 很快啊 很快啊 看起來是合體成功了 然後接下來 然後這個一樣兩面都長得很像 然後它有這個 安全宣導 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型 這一個朝外 那我們最後一個 應該是阿提拔吧 而且它超 超貼心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這個 三段的調節 可以看 小朋友的身高啊 想要 依照你想要的長度 自己去選擇 你要扣到哪一個 好 這樣子 耶 我們背帶完成 我看喔 接下來是 十四跟十五 然後在它的 龍頭上 在這邊 就是把它最後的合體 登登 耶 開手 耶 然後我再把這個燈 裝進去 然後它就是有開關的 那個開關是朝上 就是上面這個小孔 好了 它的牙齒是可以扣起來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它打開的話 你就是把牙齒 扣進去 然後如果要打開的話 就是把它拔出來 它才不會一直就是嘴巴 啊啊啊啊啊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打開 它就有個燈在閃 超可愛的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個 隱藏的 小功能 就是它這個後面啊 你可以拔開 你就會看到你這個龍頭的內部 放一些東西進去 我們可以放一些小糖果 就是小朋友可能 隨時想要吃一點小零食啊 我們就可以放這種比較小一點的進去 丟進去 然後 關起來 這樣子 它就有上一個 你的小包包的概念 然後呢 你走一走 逛一逛 逛一逛 花燈這樣 好像補充一點糖分 謝謝喔 你要不要吃糖果 那我們這個小籠包 這個包裝 大家拆完記得先不要丟 大家它其實 它的後面 有很簡單的文字說明 就是要如何組裝 那其實看了覺得 喔 字有點多 沒關係 我們這邊也有個 組裝影片的QR Code 掃進去的話 它都會有很簡單的步驟 就是你可以看著影片實際的組裝喔 那這個可愛的小籠包 要去哪裡拿呢 那我們2024台灣燈會呢 就辦在台南 那我們的活動呢 是到3月10號為止 那每天的下午4點鐘 開放領取 那數量有限 喜歡小籠包的朋友 要趕快把握機會 趕快去拿喔 那我們先戶包包 下次見囉 掰掰